另外一件意外是在彰化二林的一座铁皮仓库 今天上午疑似因为员工烧开水不小心引发火警 而因为这一件仓库里面堆满了有机溶剂 消防人员出动了五十几人 花了将近四个钟头才把火势控制住 虽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仓库里面的大量农药流进了周边的稻田 附近居民非常担心田地会遭到污染 农烟伴着火势直窜天气 铁皮屋顿时陷入火海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拉起水线 赶紧一面洒水降温 一面尝试破坏铁门 彰化二林这间铁皮仓库 4号上午疑似因为员工烧开水不小心 引发大火 整间厂房不到几分钟全被烧毁 幸好不是上班时间没有人困在里头 不过铁皮仓库里全都是堆满有机溶剂 以及准备出货的农药成品和半成品 数量相当多 现场弥漫刺鼻气味 因为火势持续延烧 工厂里头还有不少的农药半成品被烧毁 消防人员赶着搬出来 不过剧毒的农药也顺着水流进到一旁的农田里 你们知道这有一个工厂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觉得这会很危险 有点 应该是一个地下工厂 它是在制作农药 那现场有堆放大量的二甲本及纸箱 消防人员花了四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控制住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附近农民担心农地受到污染 环保局也将进一步进行水质和土壤检测 厘清污染程度 接着林健森 赖世杰 张跨报导